看能不能弹起来 汤清 肉韧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搓牛肉王子 来 用先做好菜 吃出健康来 先做葱姜水 切点葱圈 这些盐 牛肉里就不用加盐了 这么搓 搓至葱姜发黏 发滑 这个就说明咋的味儿下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加上水 加上二凉水 冰箱里找出来的牛肉 就是颜色不是很鲜那种 咱们看一下 切成片 或者不规则的片 云菜片 我这是半斤肉 放上一克 一克小苏打 抓吧 加上二凉水 先少加 一点点抓 抓至让它粘稠 粘稠的再往里加 这个水 你听我的 这个活 做出来 没人能吃出来 有碱味 只能吃出 这个味不一样 非常鲜 特殊的嫩 这是关键 你看啊 瓦子都能做成型 入口吃的都不错 你要是说 喝我这个 你要比下来 你回家可以试一下 觉得味不一样啊 有的朋友说 肯定不一样 里头放苏打 有苏打味 不是啊 不是 看看 这么抓 又粘了 粘了 继续往里加 看 嘴方都吃进去了 这里一点嘴方没有啊 再加 这回拌一拌就可以了啊 放点 放上 15分钟 一会儿见 朋友们 看啊 这里面的嘴都 感觉有点黏糊糊的感觉 把这个 肉啊 腌制够上 10分钟 15分钟啊 嫩度就胀了 用点力 把水分挖住 挤一挤 这就可以 加上鸡蛋 鸡蛋清 再加个蛋清 两个蛋清 再加上 葱姜水 少放 先打一下 根据情况 咱们再往里加 咱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 碎的程度怎么样 可以了 加这些盐 拿点味精 把这个淀粉啊 里面放点 葱姜水 调一下 这个呢 是锁住 肉里面的 汁水 放在25克 来 朋友们 咱看一下 这个效果 看看 非常粘稠 这个感觉 拿出来 现在呢 水要开了 把这勺呢 沾一下水啊 看一下这手啊 八字形 这么一转 后面呢 就注推器 行吗 带个 OK形啊 看看 碗子的直径呢 2.5公分 至3公分直径啊 就可以 绝地性的 入口吃的 滑嫩 下锅 现在是2分钟 来 看我晃一下 勺啊 把火 调一下 哎 飘下来了 看 要一敲的 都飘下了 自己就翻个 看 能看准吗 自己就翻个 这说啥呢 熟透了 现在开始调口 盐 鸡精 有牛肉粉 放点牛肉粉也好 就不放鸡精了 没有牛肉粉 咱就放点鸡精 就是要那个鲜劲 就是要那个鲜劲 这个胡椒粉 现在肯定熟透了 关掉一个火 来看一下啊 往这碗里放 高空往下放 看能不能弹起来 哎 这就行 变猪老了啊 来 看 把这个香菜 小葱 下进来 好了 香油来一滴 好了 朋友们看一下啊 汤清 肉嫩 看看 看看这丸子 非常非常的开牙 滑嫩 用嚼劲 穿牛肉丸子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杜菲观看